正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赛程还未过半 已有不少企业迫不及待签约参展第五届进博会 在11月6日傍晚举行的2021年进博会参展商联盟大会上 50家企业和机构集体签约 与进博定下来年之约 随着进博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2021年参展商联盟规模更大 成员企业达到215家 分别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 据悉目前已经有超90家展盟成员率先签约参展第五届进博会 企业预定占览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 事实上不少进博会的四朝元老 正是第五届进博会签约参展的报名先行者 在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穆看来 进博会是一个能向世人展现的重要窗口 更有利于建立行业朋友圈互促共进 我们在现在已经决定 我们将会参加第五届的进博会 所以我想这可能对于康宝莱来讲 连续四年明年第五年甚至于未来 我们会持续的参加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进博会来讲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能够向世人去展现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大家去共享一个市场机遇的这样的一些决心和胸怀 从企业上来讲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窗口 能够去让别人了解我们 同时我们也能够了解行业甚至更大范围 尽管缺席了首届进博会 但后程发烈的美国进水品牌美尔普 可谓卯足了劲 从第二届的60平方米 到第三届的108平方米 再到第四届的144平方米 美尔普的展位面积持续扩展 当然提前锁定来年盛会展位的既有老朋友 也不乏一些新面孔 奶酪品牌妙可兰多 在第四届进博会上 与多家企业达成阵律合作 并在配套活动 第四届全球乳液合作论坛上 呈现场景展示 收获满满的妙可兰多 也将作为进博会的新朋友 加入明年的这场大型盛宴 今年之前呢 我们都是借助这个平台来去看趋势 看原料 那么明年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 那么我们已经提早的预定了 第五届进博会的展位 那么在下一届的进博会上呢 我们就会从过去的叫 叫参与到直接参展 这个组织的转变呢 也得预示着我们呢 从过去去从展会学习 这样的竞争经验 转变为向世界展示 我们自己的更好的产品 新老朋友提前锁定第五届展位 进博朋友圈不断扩容 共助进博热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